小贤和守正五年婚姻变调,和家两位姐姐还加入战局,二姐怒哄小贤装可怜,三姐则表示小贤不能传宗接待还要靠婆婆煮饭,两人纷纷为何妈妈喊冤? 对此,音乐人兼两性作家许常德认为在脸书发表对此事的看法,许常德在脸书写道,妈宝的特色是家人会陆续出来为她骂对方,而且她也不会制止,你有看到女方家人出来说什么吗?那是家教的问题。 经十四日再度在破文,人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,期望媳妇帮你煮饭还有的不叫尊严,叫任性,想要报尊,是看天的,不然为何辛苦生出三个女儿后才生到儿子?可见这不是努力就能成功,体验了这个辛苦,不但没有体谅不能生的人的辛苦,还要巧逼,这叫残忍。 而文章一发出后,立即引起网友们讨论,有人说,人家儿子是用拿来工的,妻妇是用来操的,也有人替小钱抱不平,小钱是职业妇女,有在工作吧,既然是一家人就互相帮忙,虽没煮饭,可是别的方面也可以孝顺啊。